創世送禮到家 可以讓妳很舒服 好不好 好 對啊 對啊 媽媽不敢 對啊 她有聽到嗎 沒有 沒有 今天是柴娃姐來給妳看 妳對她的演唱會 小姐都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再給妳關心 對啊 謝謝 大家都愛妳喔 妳就加油 妳就加油 快點起來 快點 有一點 就像泡溫點 因為會很快樂 因為她們心臟過後 會很不容易 對 所以通常我們做衣服 就會再按摩 對 像是按摩 對 因為她們其實臥床 其實肌肉都會會錯 所以我們都會煙泡 然後跟她坐姿也會好 像第二次我們就會比較舒緩 因為有一點 聞到今年的味道 有 有 有 很像啊 喔 這樣很硬頂 這久了 這個完工來的 好不安 是 謝謝這樣感恩妳 對 應該 對 好 好 不然我們這樣 頭子都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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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世界呢 就是都到處對我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那我真的非常感恩有這個機會呢 可以接觸到我們韓式吃飽30 然後來幫助這些植物人 那當然韓式吃飽30有不只植物人 還有一些街友 還有一些單親媽媽 還有一些弱勢團體 都是需要我們去幫助的 那我們其實台灣是非常有愛的一個地方 也是一個非常幸福美麗的寶島 也是相當有福報的一個國家 那我相信呢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有善心 那因為呢 今年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 就不能有這種比較大型的群聚 所以幾乎每年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 會辦一個尾牙 然後就是讓大家來吃吃飯 圍爐的意思這樣 那今年呢 可能就沒有辦法 所以呢 創世非常貼心呢 他有安排 就是可以把這個年禮送到家裡 然後還有紅包 幫助這大概有兩萬多人 好 那可以讓他們有過年的感覺 雖然沒有一起圍爐 但是會有這種過年的氣氛 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愛這樣子 然後呢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 而且一起來推動 來幫助他們 今天呢 剛剛去 剛剛幫這個 正清 叔叔 對 正清 對 看到他 然後看我們創世這麼好的一個服務 幫他泡澡 然後用精油幫他泡澡 幫他舒緩整個身體 讓他血液循環更好 然後再慢慢把那個 搓他的皮屑 然後把他洗乾淨 再幫他按摩 然後如果他們有一點傷口呢 再幫他們做傷口的這個治療 所以這種讓我感覺到好貼心 而且也幫媽媽分擔了非常的多 因為媽媽也很辛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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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